原来李连杰前妻竟如此英姿飒爽 这段拍摄于1984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剑圣于成会与女侠黄秋燕之间那场精彩绝伦的剑术比武 黄秋燕,一位清秀面容下隐藏着坚韧与果敢的女子 她的名字或许不为众人所熟知 但她曾荣获北京市女子蛇拳和剑术冠军 尤其擅长双剑,技艺之高超,堪称炉火纯净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竟是李连杰的前妻 这一身份使得她更加神秘莫测 在这场比武中,黄秋燕手持雌雄双剑 眼神中透露出女中豪杰的英气 她的对手则是剑圣于成会 一位德高望重的武学长者 她以剑术精湛而著称,被誉为剑圣 其剑法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比武开始,两人先是试探性的周旋 气氛紧张的令人窒息 场外的观众秉息凝视 仿佛能感受到每一丝剑气的流动 于成会灵活的转动剑顶 紧急独立的习武姿势显得她游刃有余 而黄秋燕则已利剑横空 防守的密布透风 她不时挥舞双剑 用灵活的脚步迷惑对手 双方随即陷入僵持状态 突然间,二人剑气交锋 尽管黄秋燕是一位女性 但剑圣于成会并未因此而有所懈怠 她深知,剑术知道 无关性别,只论记忆 于是,她不断变换攻势 试图寻找对方的破绽 黄秋燕也毫不失落 她以引洁的身手和精湛的剑术与剑胜周旋 双方你来我往 剑影交错 场面异常激烈 终于,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僵持后 剑胜于成会抓住机会 一招之敌 她的剑法之快 知准,知狠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而黄秋燕虽然败北 但她的英勇和坚韧 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